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作品未上映就登顶微博电影之夜 上四家海外杂志 对于肖战,爱之者重,急之者也重 2019年声明确起,就有人想取而代之 掀起了史上仅有的数字风暴 肖战太红了,红得让人拼命打压,唱衰 伴着他一路走来 都说人生是巅峰低谷循环,波浪是前进 但肖战哪怕低谷也巅峰,声势从未衰落过 什么红不过三年,资源日落等等 此类言论一路跟随一路打脸 到如今肖战罢顶五年,长盛不衰 影响力可谓与日俱增 真正创造了内鱼奇迹 与某些人的心愿相反,越可盼他衰他越红 如今已经远胜当年 陈情令是他的成名作 但随着他一步步主演作品的播出 这部旧作的影响虽在,但作用已越来越小 人们看到的是演技日真成熟 游刃有余,帅气有余,越发星光溢溢的肖战 充分说明了,不断产出优秀的新作品是《长红之本》 而躺在过往的辉煌上,不见佳作,只会江河日下 正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直努力向上的肖战注定长红 肖战这一路走来难上加难,却踏实无比 有底蕴,有沉淀,有魔力,有淬炼 正所谓,龙翔前底,一飞冲天 有多部主演剧作未继,有三年话剧演出的升华 肖战的电影资源一飞冲天 成名后的首部电影直接评实力 主演金庸大IP,徐克为其出山指导 拉满格的置顶资源让人羡慕的发狂 也引发了万众期待 如今,WB电影之夜活动开启 肖战和其主演电影《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还未上映就入围,且入围及登顶 分别成为WB年度瞩目影人第一 年度期待影片第一 可以看出人们对肖战的喜爱和认可 和对这部电影的满腔期待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喜欢肖战和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行动起来 相信有大家的支持会一直笑到最后 另外,海外有好消息传来 Digital TV Guide杂志7月号有肖战梦中的《那片海》特辑 Tzotea杂志6月号有肖战《玉谷瑶特辑》 Leong男人风尚7月号有肖战《Gucci内夜》 Spur7月号有肖战《Gucci风底》 这就是有优秀作品的底气 肖战本人低调拍戏 难见其宗 作品却纵横似海 风行世界 真是不服不行 在国内梦中的《那片海》更是第31轮播出 依然是战率15% 收视第一 五间档灭了黄金档 霸气无比 水雨争锋 另外,没记错的话 肖战超话首次报市去年参加米兰时装周 而今,肖战超话报成常态 以前的就不说了 仅5月份就报了3回 出品牌物料报了2回 还有一回啥消息没有也报了 真是别人的望尘莫及 成了肖战日常 较人情何以堪 由此可见 作品的火爆直接带动内鱼最注重的商务 时尚 人气全面腾飞 衰退是不可能的 那只能活在某些人的梦里 肖战是一个独特存在 有的人说他完了 他就是屹立不倒 有人说不爱了 却反复爱上他 最后死心塌地 有人说他走下坡了 他却爬坡上岭 一峰更比一峰高 他会是内鱼的一棵长青树 因为他是强者 走的是逆履 破的是边界 注定的先锋人物 他会一直努力 一直红的 让我们一起成为见证者 一起拥有这老来谈资 藏海传宣发牌面显露肖战弹男主地位 打脸剧本阴谋论 就问你 有没有被藏海传杀青的宣发牌面震撼到呢 各大相关官方平台纷纷卡点10.05官宣 这可是十分罕见啊 众所周知 是娱乐圈独属于肖战的财富密码 是触动颇天流量的密码 这个时间的卡点时证 藏海传是毋庸置疑的大男主权谋剧 且官宣的时候 肖战和郑小龙导演一起单独官宣 两张海报也只有主角藏海一个人 没错 这就是围绕故事主角藏海生平展开的人物传记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藏海的成长做铺垫 杀青照上也只有男主和郑小龙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前几天还有相关人士透露 藏海传的剧本一共是466页 涉及肖战的戏份高达299页 占比到了70%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肖 站在剧中的核心位置是显而易见的 这可是狠狠打脸之前的加戏说 网费了一些戏经这些天想尽各种办法 企图带节奏带衰剧本带丧粉丝 他们打时间差上蹿下跳发布假消息 说剧中谁谁改剧本了 加戏了 肖战变成资本的工具人了 总之 从各个角度围堵肖战 打压藏海传 最终实现防暴藏海传 阻拦肖战是不可挡的发展势头的目的 可是最终我们看到肖战大男主的排面是这些为黑而黑的人想象不到的 可以说从公布肖战出演徐克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和郑小龙的藏海传开始 肖战就已经和同期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肖战的资源和咖位已经不知不觉到了和中生们比拼的赛道 这可真是让很多肖战的黑粉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 自家拼了命的也赶不上怎么办 那就想办法把你拉下来 凭什么我家还在古偶赛道里打转 你就各种题材都是顶级配置了 凭什么我家在家抠脚好几个月 没有好项目跟进 你家就大倒大制作无缝禁组了 于是 各种小动作其一上阵 主打就是赶不上你我也恶心恶心你 然后就是一次次的被打脸 日子还长 只要肖战还在这个位置 就不可避免被针对和诋毁 向前走就是肖战唯一的选择 而黑粉一次次被打脸就是未来的常态 王一博粉丝思王阳 网友先解释一下陈情令把王阳不配最佳提名吗 在繁华的娱乐圈中 一场关于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提名风波 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 激起了层层涟漪 在这个故事中 两位主角王一博与王阳 他们的名字与追风者这部热门剧集紧密相连 共同编织了一段现实与梦想交织的篇章 魏若来,那个来自江西吉安的少年 家境贫寒却怀揣梦想 他随着兄长来到繁华的上海 只为在生活的魔力中寻找那一丝属于自己的光明 他坚信,立在一人物谋也 立在天下必谋之 这份执着与信念 不仅是他个人的座右铭 也映照出他对于演艺事业的追求与坚守 在追风者中,他饰演的那个角色 就像是自己的缩影 背负着家庭与社会的期许,奋力向前 然而,娱乐圈的风云变换总是令人捉摸不定 当白玉兰奖公布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的那一刻 原本平静的湖面瞬间泛起了波澜 王一博,这位年轻的流量明星,凭借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 本应是提名名单上的热门人选 然而,他的名字却并未出现在那份名单之上 这一结果,无疑让无数粉丝感到失望与不解 粉丝们纷纷发声,为王一博鸣不平 他们认为,王一博在剧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与才华 他的缺席是对剧集成功的一种否定 然而,这场看似简单的争议 却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 有人支持王一博,认为他应得到更多的认可与机会 也有人认为,王阳的提名实至名归 王一博的缺席并非不公 在这场争议中,沈图南的坚持与理想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他曾经说过,等到他日大计成熟 我愿付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沈某的血可以流,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流了 这份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深情厚意 也体现在他对于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上 他坚信,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打动人心 只有真正的演员才能赢得尊重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